先进来的哈 先进来的就给阿姨一点点关注 然后加入下粉丝灯牌哈 我也觉得是不是那个 那个那个村子谢谢谢谢谢谢阿姨 就是关系我确定 哎呀你这样发张了一点吧那个广华 点累点累了就休息一下再点哈不用一直点不用一直点 其实那个你可以一直按着他不动他就一直在点了 你们不是说一个一个点一个一个点的话很累的 是不是 宝华我呃你那样就他的意思是如果说是成语歌那以后 呃假如说 嗯我们结婚样会干嘛 然后呢就说是让你就是把工资全部上交给我的意思 那怎么你呃要不你上交给我保管呗我理财肯定比你好啊 但是我没有钱呀 你以后可以挣钱的呀是不是 你现在不是每天呃直播卖货的话还可以挣几十块钱吗是不是有时候 那我把钱我给你保管我把几十块钱给你上交嘛 对呀我给你保管啊是吧 反正每天工资啊每天的工资都在我那我给你存下来是不是 大决对不对我帮他存下来 几十块以后他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不给他了 我气死他几十块钱上交给你我的有点不好意思 没事啊几十块钱几块钱累积下来一个月有也有个一两千块钱是吧 可以你看人家都说可以 对啊哪个哪个规定了只能女生女生保管那个是吧 但不是一般都是男人挣钱女人花吗 你看你就这就现实了这就这就是格局小了是不是 多少都留点私房钱给他男的也可以管呀男的也可以理财呀是吧 哈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啊管华你的意思是说 觉得我说的对的大家扣个一觉得我说的不对的大家扣个二哈 男人也可以理财男人也可以你的比女人更好是吧 但是我并没有说是我哈我的意思是 广大的男男男同男同胞男同性男男性们 并不是说我哈我的话就是大大捏的肯定 肯定肯定管这个的话肯定不是很那个 他不对吗那个气质没女人 不对 难道是自己女人才能管吗 我觉得 哎呀不要管 哎呀 但我现在呢 你说说是我 如果说是我不卖货的话呢 我一天几十块钱都没有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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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我不是说非要 我的意思是 哎呀 你们怎么那个那么粘牛角尖呢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管啊 我的意思是 男人也可以管得很好 是不是 但是 呃某些男人肯定 就男人比较大大捏捏嘛 肯定没有女人管的那么那么细致那么精细嘛 一天就几十块 那有的男的也管得很好的呀 那我现在没有卖货的话我连几十块钱都没有 那 跟大家聊会儿亲妹我我接个电话 应该上交给阿姨 我觉得呢就是 假如说是就是两个人还结婚了 或者是 谈朋友或者干嘛 肯定是女人呢 肯定是爷的自己挣钱 是不是 结了婚过后呢 肯定是自己心里有点就是手里有点钱的 钱的好 是不是 并不是说是 并不是说是就是女人呢 在家家结婚了过后呢 只能在家 然后呢带小孩或者干嘛 但是我是觉得哈 这照顾家庭也是很对的哈 就是 家庭放第一位 但是女人的事业肯定是也有的哈 哪怕是你就是做个小小的就是小本生意呀 或者干嘛 至少就是能保证就是每个月 每个月的话呢 都来都有一点就是经济来源呗 什么经济来源 我的意思是说是我说 就是现在的话是不是不是很多就是女孩的话 就是结了婚过后呢 都是待在家里面带着小孩哈 但是其实就是带小孩那肯定也是必要的哈 但是我感觉女人呢 不管就是一个月这个几百块钱或者干嘛 但是我觉得还是自己就是挣钱 有点经济来源的好 肯定呀 因为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就是有收入的女人她底气底气要大一点嘛 是吧 所以我鼓励你多卖货 我肯定会的哈 我肯定会的 真的这个马这里他也支持我买过好几单的 表哥死心了没 表哥不知道哪去了这几天 上次我等他等了一晚上也没等到他人 表哥提他干嘛呢 不要说出来嘛 多尴尬 我提表哥 我们重新四川的男人都是趴耳朵 个别哈 个别哈 真的我一直以为我都是这样觉得的哈 就是女人呢结了婚呢 就是哪怕是你一个月有留几百块钱的收入 但是你一定得有经济独立对的 哪怕是自己有个两三百块钱或者干嘛 至少你是不是如果说是你手里有两三百块钱 那些的话呢自己就是买点啥呀 那些都是可以是不是 并不是说是就是结了婚过后呢 挣钱就是全是男人的责任 那也不是那样的 说的对 每个人都要经济对对是的 哎呀感觉越扯越远了 十九都还为情了 大多数那都是尊重女性的表现 反正看每个人嘛 每个人的自己的想法不一样嘛 我都说了以后假如说我跟陈宇哥一起或者干嘛的话 我跟我们要是结婚了干嘛 那肯定是要请你们吃食堂 请你们喝十九的呀 你那只假如你不跟大家做这做出这实际的行动呗 那不是事情没有解决吗 那你就不要给大家花饼是吧 这种事情要准确定了再给大家说 小姨的事情我不清楚哈 先说一下小姨的事情我不清楚 因为我跟她也不熟 什么又扯到你小姨身上来了 嗯有人他们问我我小姨结婚了没有 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们两个不是约好了今天要一起玩一起那个的吗 他今天来那你你今天去找他没 没有啊 好吧我去找他干啥我的忙 除非是他就是 有事情让我去帮忙的话我应该去去吧 附近父爱这才是真的生活 对对是的 现在的女孩的话应该也是很多的吧 在你们大城市里面 那要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吃十九呀 嗯 那你看陈宇哥的表现喽 他我表现我表现我表现的够不够好 大家觉得 我表现的还不够好吗 我表现的好的大家给我扣个一我看一下 我还要还要怎么表现大家给我指出来意见哈 我表现的好的大家给我扣个一 还是有很多人支持我的 就一两三个人支持你你就不得了了哟 哪里两三个人啊后面还陆陆续续有的 看美女啊其实帅哥真的很喜欢吃的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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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你们你们的支持哈 谢谢 他是支持我 他们都觉得我已经表现的很好了呀 是不是 那我就不知道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我那个AA那个阿姨很久不见 好久不见了 真的你们新进来的你们没有 阿姨加热粉 团的呢就给阿姨点一下就是 生死团呗 陈宇虽然油腔滑掉了一点但是阿姨能知道的 哎什么呀真的 一万人支持是不是一万人支持陈宇哥是不是 谢谢谢谢广华 他就代表了一万人是吧 陈宇哥还有加油好好好 知道 呃我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给我提出来哈 我就应该去外面走走提高外面认知 认知陈宇 我现在的话就是呃现在还不行现在还不行 那要等到多久你才可以啊 嗯我不是说了吗等到我们事情解决吗等过年 对我们过年也很快了呀 11月份啊现在还早的早的很不早了吧8月9月10月11月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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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三个月还有三个三三个半月呢 其实三个半月也很快吧 哎还是很慢的哈 有人你没说错你没说错你说我油腔滑掉你说我油腔滑掉 哈哈 美女你们那边干嘛过十月份我让我 不我们我们这边我们小宿民族呢都是规定的每一年的11月20号我们就要过年的 他们这边习俗都是这样的哈 我们这边呢就是每一年的11月20号呢我们都会过年 然后等到你们的年的时候就是你们真正过年的时候呢我们是过个小年 但是你们那个就小年呢就没有我们自己就是11月20号的那次就是隆重是这个意思知道吗 我们那个叫你泡美女 你们你们在广东的话是1月份还是12月份的 我不知道哎 都是那个吧都是都是那个 二月份一月底二月份过年的吧 基本上全国都是春节都是差不多统一的吧 欢迎你会帅个广东到小蛮腰小蛮腰是什么意思 你那个养生养生什么睡眠什么什么的那个 那个那个想让我们那个吗 小蛮腰是什么东西啊 小蛮他应该是是不是不是他应该是呃有一个地方他应该是叫小蛮腰的我觉得 看看你的帅哥阿姨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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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子过年都是奴隶12月30号我们都是过的 一阳历11月20号 哦广州电视台哎呀呀电视台广州小蛮腰你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公路广了我我都还那个 广州的 标志性建筑小蛮腰 陈哥你不知道我我也不知道哎 我真的我真的一下那个我更不知道 电视台我知道广州电视台我知道 只要是安逸决心的 感谢大山哥哈 是不是双向双向奔赴的爱情他最有意义是不是 是珠江边也不知道是哪 我都是我都是就是除了我们这边我都没有去过外面的 连成都我都没有去过 成都以后有的是机会啊是吧 帅哥可以带美女过来玩过年过年很热闹的广州 双向奔赴双向奔赴就是两个人都是同时喜欢的意思吗 我也不知道 对啊就是两个人互相喜欢 互相满意 我也希望你们来我们这边玩哈 夏天的话我们这边其实必须的话还是还是很好的 所以有黑松露黑松露什么样 黑松露是吃的坐飞机才三个多小时到 然后坐地铁的大概一个小时 我家是四川凉山的哈 我家是四川凉山的 晚上好晚上好阿姨的家是四川凉山的哈 有机会可以邀请大家来 我们就是阿姨这边玩哈 我代表阿姨到时候 把阿姨那个家里面那个小乳猪 大家到时候再给大家搞一只 来新家玩给你们搞个烤全猪哈 过来的话 让到时候实在不行 我出钱我私自出钱在安音这给大家买一头小乳猪 给大家烤个烤烤全猪 烤全羊也可以哈 他们这边也有羊牛的话 就有点奢侈了哈 牛烤不了 烤全牛烤全牛我目前还没有听过 烤是肯定可以烤的 但是谢谢 有时间我都一定会去的 陈永哥 今天晚上好多人都叫我们去这里去那里 但我都不知道 真的吗 嗯 又有一天他们叫 想问一下我们这边一头猪多少 那看大小呀大小 大的那种猪比较便宜哈 知道了 凉山美女 多北 哦 我是维吾尔给你的新疆 哎 刚刚那个不是也是新疆的吗 干活那个 嗯 你们那个新疆是不是天现在还没黑啊 新疆肯定是天黑的比较晚吧 他不是都说了吗 你你我自己没黑 你们是不是11点多才会天黑呀 那你们还有两个小时 你们还有两个小时 你们看到刚刚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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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干活去 对那个叔叔吧 应该是个叔叔 他说他是干活去了 就没时间看我们直播了 我说去吧去吧 在广场玩真羡慕你们哈 他们这样那你们早上是十点钟天亮 那他们早上是不是亮的比较晚呀 你问你问他们你就知道了 因为他们那边为什么呢 对两个小时就黑了 白天的话就飞就比较热嘛 晚上就非常冷 然后昼夜温差很大 然后那边云南早就天黑了 广州这边也没黑 我的天 这好多地方 我发现好多地方都不一样呀 对啊他中间温差大 他们那边就生产那个水果 就水果就非常甜 广东的话早上5点东西天亮 他光照的时间特别充足的 新疆那边是不是很热呀 肯定要比我这边热 他们一年四季都是 都是温度就是比一般城市要高的 阿姨来我们四双百那 四双百那我听过 一个女游就是一个女游景点吗 云南的我知道这个我听过 阿姨你去学驾照学车会也是一门之子 结果给陈宇开车 我跟他开车差不多 他还给我开车呢 他现在来车 那个那个那个方向盘他都不会摸 你们新进来 你们哈 你们现在好多人 你们都是没有给阿姨点 就是加入粉丝团的 你们有条件的给花一毛钱的时间 去给阿姨点个就是点个关注 然后呢加入这个粉丝团呗 新疆现在都是高温哦 我一天这个点的我开高温的话 你们早上是不是天亮也是亮的比较晚 是不是 来四川避暑吧 娟娟来四川避暑吧 这边山美水美风景 那那个温度更是那个现在 现在晚上有点冷呢 对呀 那应该是早上的话 我们是不是 早上早上你们的早饭 是不是也到十一十二点钟去了呀 最近的话 应该其实每个城市都是高温哈 最近的话广州不是夜晨 所以夜晚也是白天的任务 我好喜欢这种就是 白天和夜外交叉的这种地方啊 我感觉我想去就是试一试 你你去的话你我你那个时差倒不过来的 那有些外国现在他们就是刚刚天天亮 就在地球的另一边 我们这边刚刚天黑他们那边刚刚天亮 我们一天吃三顿饭呀 但一一天基本上是两顿哈 早饭是很少吃的 什么一天吃几顿饭就干出来了 不认识不认识 新疆市 对对很多很多四川人到新疆那边去打工啊 乌龙啊 还有去做生意的很多很多我就知道 我有我还有朋友在新疆那边的呢 新疆那边去他我听说就新疆那边的大大盘鸡啊 还有就是姜麻鸡啊 还有那个羊肉串的特别好吃 你知道来挺多啊 对吃的我是个吃话嘛对吃的嘛 我还是了解的哈 不错 很不错 对的 有机会的话我肯定是 你们进来的哈 这个阿姨点点关注 然后加入一下粉丝灯牌哈 跟大家 其实 那边的话晚上呢都比较养快了现在的话 谢谢谢谢 对 可以交个朋友的话来找 以后哈有空的话呢我去就我如说有空啊或者干嘛我要去那边的时候可以找你们玩哈 以后的话呢也可以找你们玩的 现在的话呢我也没那个条件出去 云南一天两队早饭和晚上 我们这边 其实我们 不一 不一 有的时候吃两队有的时候吃两队有的时候如果上就三队直接去干活的话 就会那个直接就是没吃饭饭就直接去然后呢就是午饭和那个就是中午饭呢就一起吃了 今晚谈心也谈心没神见 就是要这样子的就是要多了解一下 像我们一样像你们也一样你们不了解我们就是少四民族这边的食物呢你们也可以问一下阿姨 然后呢你们那边的地方呢阿姨不熟悉的呢我也可以就是向你们多问一下我才会知道是不是 不然的话呢我怎么会知道有这么多的地方呢我现在这边都就是都 我们都我们都要吃夜宵了都天还没黑的地方都还有是不是 你们就管着吃饭 阿姨我要讲什么你要去外面打光一杯 今晚吗今晚给你们聊聊天吧 先暂时聊聊天哈因为呃有点累哈卖货有点累哈 早餐午餐下午餐晚那也行 午餐一天吃五顿一天吃六顿 真会享受生活啊我们四川 基本上哈我们四川幸福指数是非我们成都哈我不说其他地方 我们成都 关于吃的这方面是很丰富的但是一天还是只有一基本上都是一日三餐哈 呃有些现在个别年轻人哈基本上都是一日四餐就是加个加个宵夜嘛 里面西双百娜有餐才好吃 这你要的是不是有点远了呀 等阿姨挣钱了哈等阿姨挣钱了 那到时候你们西双百娜的应该烤鸡也好吃吧 我在上面因为我在抖音上面刷到过好多烤鸡 等阿姨挣钱了让他去西双百娜到时候你给他做个导游哈那个 那约 其实我是什么地方我都想去的只是呢现在呢就是条件不允许我去 我也去不了 你们看别说你们那么远的地方了成一个他让我跟着他一起去成都我都不去 他连他们这个市里面都很都只去过几次都 都没都不都不愿意去呀跟你说你们那个 那么远的地方了 你看我去间上啊或者干嘛我都是只有就是去呃 背东西去卖啊或者干嘛我才上街 我在广东一天 很少吃六顿猪嘛哈哈哈 什么他说 他说他在广东一天很少吃六顿 嘿嘿猪嘛 你们不要不要吵起来了哈 大叔一会我怕你们在直播间里面直接吵起来了 那就尴尬了哈 大家都是广东人 你们广东都是早餐午餐下午餐 然后晚餐晚餐 还有夜餐还有夜宵 啊你们的我们一天三顿最最那个了 一日三餐 已经很不错了吧 阿姨他有时候一天只吃两顿的 他不是要去那个吗 他不是要去干农活吗 我就干